凡人游喜 我来等你 人生当中的第一套房子 而且现在才30出头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收入了 也是相当的不错 那我也相信我们男嘉宾 这样的情况也是吸引了不少 我们电视机前的单身的女性朋友们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 今天我们的男嘉宾 到底她的实际情况如何 大家好 我叫黄健 我来自重庆电江 目前的话就是从事的行业 就是医疗器械吧 医疗器械 然后我的岗位的话就是工程师吧 我的年龄的话就是30岁吧 92年的 然后身高的话170 270体重的话120 我也是刚回重庆不久 然后我之前的话是一直在深圳 然后我也是准备回重庆 然后在这边按家生活之类的 我的性格的话 我是比较成熟稳重吧 比较开朗的活跃吧 然后的话我的爱好的话 我平时喜欢健身 然后的话喜欢唱歌 我特别喜欢周杰伦的一些歌曲吧 周杰伦的话就是他一些比较老的歌曲 老的歌曲我都基本上都会唱吧 然后的话平时没事的时候 就是下班以后我会自己听一下歌啊 然后可能会在跑步的时候 也可能会听一些之类的 我觉得你自己唱歌好不好 我觉得唱歌的话怎么算 周围的人评价这还可以的 所以我的声音比较像杰伦的声音 感觉还OK吧 本车站有男嘉宾 黄健三十岁 身高一米七零 职业软件工程师 月收入一万以上 婚姻状况 未婚 目前已购房 随时买车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嘛 然后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吧 那你在这边上班多久了 就两周左右吧 嗯 到我了 到我了 到了 好 然后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嘛 目前的话可能会在这 在一个月左右 然后这是 然后这里就是我的工作台吧 虽然相处不是很久啊 但是因为我们都从深圳那边回来嘛 然后还是感觉到 就是他的想法还是很多的 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 比较好的相处的人吗 嗯 相处的话都还好吧 其实没有什么 嗯 你感受到说话之说就行了 没关系吧 嗯 就是相对来说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嗯 相对来说 思想他没有 怎么说呢 没有像现在很多 被污染那种 还是比较纯粹的一个 比较纯洁 对 这个确确实是 单纯的大男孩 对 缺点也有 什么说的 可能 就是 比较 平时就是可能玩游戏会多一点嘛 玩游戏会多一点 然后不太关注周边的一些事情也很正常 不太关心周边的事情 就感觉是一个 陈迷运游戏 可能就是说 也不是说陈迷游戏 可能我就是 包括我以后会注意一点 就是可能有时候下班回去没事的时候 可能玩一下游戏之类的 当我他之类的 主要是单身嘛 对单身啊 无聊嘛 真正有女朋友 肯定是拿更多时间来陈迷 对不对 那你要说到做到我吗 嗯 说到必须的 必须的 16号入职的 就虽然说时间很短嘛 对吧 就是他 我从他的技能方面来说 就是肯定还是很合格的 做事这方面还是比较上心 就是说我觉得他 如果去相亲的话 我还是比较推荐他 最大优势 做人踏实吧 不会说有三心二意的想法嘛 嗯 就 他们的薪资肯定都会比 其他岗位 都会要高一些 这是很实在的 作为技术人员嘛 就是都是有个通病 就是不善于沟通 不善于交流 对吧 对 这个相当说 多从女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就是跟人家沟通的时候 也可能注意一下你的表情 就是你自己可能看不到 你自己的表情 对 人家他就会看到这一点 对吧 嗯 陈总是觉得黄健的表情 太过严肃吗 还是什么 不是有可能就是他从 变化幅度太大 哦 对对 表情有点疯狂 你这个方面改善的话 你可能就是你是多看一下镜子 对吧 对 人家说话的时候 不要东晃西晃 就是那种 陈文言 对对对 然后呢 也是注意你 就是希望你能就相亲成功 嗯 好 谢谢领导 然后对我的支持吧 好 谢谢 我的话 亲和经理一共就两段吧 第一段谈大概大概一年左右 第二段的话三年左右 然后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第二段 当时的话我们在一起也很开心 然后的话各方面都挺合适的 主要是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吧 我当时想就是在现在在深圳 继续就是拼搏吧 然后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他的话想回老家发展 说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自己分手了 我对另一半要求的话 我希望对方不要是独生之旅 因为我自己是独生之旅 因为我希望自己的以后的小孩的话 可能就是说 可以有亲戚可以走啊 所以说我就是说 希望对方不要是独生之旅 更好 然后我希望另一半的性格的话 比较活泼 然后活泼开朗性的 比较温柔 我最讨厌的比较物质吧 然后的话消费 花费比较大的 一些没必要的消费 女孩的话 我感觉另一方要务实一点 比较好一点 比如说为了刻意去炫耀 就是买一些高等的化妆品之类的 然后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去购买一些没必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很没必要的 年龄的话比我小个两三岁左右吧 然后的话 身高一米六零到一米七左右吧 男嘉宾的则有要求 一 女方不是独生子女 性格活泼开朗 温柔 二 年龄比自己小两到三岁 身高一米六到一米七 三 不喜欢消费高物质的女生 今天这个男生呢 黄先生啊 他是刚从深圳回来的 对 然后也是考 因为他本身是重庆人 考虑到自己 因为毕竟快三十了 你要赶紧 你父母催得比较紧 所以呢 就从深圳回到了重庆 其实工作还是比较好的 他最大的优势就是 收入比较可以 每个月是一万家的收入 然后现在八男友自己的住房 他对女生的外形也是有要求的 女生的身高外形 他自己其实也是有要求的 因为他自身其实除 就像你说的 除了这个身高和外形 都蛮优秀的 而且男生的自信 真的是来源于 他的这个事业更多的 事业还是蛮优秀的 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的女孩子 就是可能对经济上面 不是作为主要考虑的一点了 像我接触到的 像我们在节目里面 他们在外形上提出的要求 蛮高的 是 所以就感觉 现在有点棘手这个问题 对 那除了经济方面 男嘉宾有没有其他的优点和优势 其实这个男嘉宾 他兴趣爱好很广泛 他比较喜欢唱歌 然后也很喜欢运动 我觉得这些都还是比较加分的 那很全面啊 而且还比较幽默 这就很好 我觉得生活当中有乐趣的话 说不定在今天的乡 相信的过程当中会给女嘉宾一些惊喜 编导在跟特派员商量讨论之后 在会员资料库里进行了寻找 最终确定了一位适合她的女嘉宾 哈喽大家好 我叫黄亚倩 我今年25岁 身高162 我的工作是人力资源管理 然后我的工资是4K家 本期叫我女嘉宾 黄亚倩 25岁 身高1米62 职业 人力资源管理专员 月收入4000以上 婚姻状况 未婚 我的性格呢 是比较活泼开朗的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女生吧 我平时呢 就比较喜欢拍照 摄影啊 有空的时候 就会去听一下音乐现场这些 然后比较喜欢听乐队 喜欢听rap 我为什么说自己比较有趣呢 因为这也是我身边的朋友们 给我的评价吧 他们都觉得跟我在一起相处呀玩呀 然后他们都会比较开心 跟我在一起就觉得 我像一个小开心果吧 但是用现在的话说 我就可能是一个搞笑女 我的感情经历呢 因为就是从小家里就管的表演 然后也没有太多机会去接触一些男生 就后面大学的时候 就有跟一些同学 就一些有一点暧昧吧这种的 然后别的就没有太多的感情经历了 因为我的性格呢比较慢热 然后我对立面办的要求呢 就是希望他可以主动一点 然后可以多照顾一下我的感受 风趣幽默 很成熟稳重一点的吧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感情 这方面是比较空白的 就希望可以遇到一个 稍微成熟一点的男孩子 在这方面可以引领一下我 外貌呢我其实都不是特别看重 就不要看感觉吧 就是两个人看对眼的话 就一切都OK 女嘉宾的走舞要求 一 男生主动一点 能够照顾自己的感受 二 风趣幽默成熟稳重 三 不看重外貌 更看重感觉 女嘉宾性格活泼开朗 正是男嘉宾所青睐的类型 男嘉宾成熟稳重 风趣幽默 也是女嘉宾所喜欢的类型 两人的匹配指数百分之八十 今天的见面 能够擦出爱的火花满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金刚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是一个技术团 性格很有意思 据说很纯洁 这个评价是同事也这么认为 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非常有趣 他的老板也很好玩 老板今天也是对我们男嘉宾 是寄予厚望 而男嘉宾整个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的老板 我今天一定会注重我的表情管理 我会注重沟通 我会克服掉我们技术团的这些问题 就有一个非常和谐 而且有趣的开始 加上男嘉宾说自己 周杰伦的歌都是信手 我要提醒你男嘉宾 我是周杰伦的粉丝 你今天给我好好唱 你要唱得不好的话 我一定会很好 那我们今天的相亲地点 是约在了沙瓷巷 大家看到其实在我的身后 是飘着雨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相亲的环境 很受限制 但是我们男女嘉宾 却早早地就跟我们联系上了 我相信我们相亲的这个热情 是能够抵律得住这样的不好的 一个相亲的环境的 那话不多说 女嘉宾已经来到现场了 我们赶紧请出女嘉宾 以及她的亲友团 两位美女 来欢迎欢迎欢迎 首先跟我们观众朋友 打个招呼 两位来 好大家好 好 那个站在我身边的这位 就是我们的女嘉宾 这位是亲友团 首先我想问一下亲友团 今天跟闺蜜一起来陪她相亲 自己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比她还激动 你比她还激动 为啥 我不知了 你有想象过今天要跟她相亲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吗 应该是一个很帅的男生 很帅的 在你心目当中 只有帅哥才能陪得上他 是吧 是 看来闺蜜这么注重颜值的话 我们的女嘉宾对颜值的要求高不高 就还好 就主要看性格 你是主要看性格 对 演员什么的 看演员 性格方面需要她怎么样呢 就是比较热情 开朗 有趣的 她是一个很有趣 也很温柔的人 难怪 所以她也想找一个有趣的灵魂 这样才能匹配 对啊 毕竟两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才更有趣 所以一会儿 除了两位看外形以外 还想从什么方面去考察一下 我们男嘉宾 行为举止 还有穿着 哇 你呢 也是这样子吗 嗯 差不多 那其实我们男嘉宾呢 除了刚刚我给你们介绍的 领导说的 年轻有为以外 我们男嘉宾个人的兴趣爱好 也非常的广泛 尤其是他喜欢唱歌 不知道女嘉宾 喜不喜欢听歌或者唱歌 喜欢我平时就很喜欢 去一些音乐现场 喜欢听Live 对 那应该是很懂音乐的人了 就还好就是欣赏 看今天我们男嘉宾在这块 本身是很自信的 那到了你的面前会怎么样 反正两个人 都是喜欢有趣的事的 那我们的开场就变得更加有趣一点 因为我们男嘉宾对自己的歌声很自信 我们就来听听男嘉宾的歌声 哦 好 两位一会儿来猜测一下 男嘉宾的歌声到底像哪位男星 好吗 好 可以 来我们期待这个有趣的开场 在我们的正前方呢 站着两位美女 肯定一位就是我们的亲友团 一位是女嘉宾了 对对对 从她们的背影来说 好 悄悄的 哪位符合你的审美 背影的话 可能就 小声一点 小声一点 右边在外吧 这边这边这位 为什么会选择这边 感觉身高矮一点吧 矮一点好比要配一点 对 但你有一米七啊 两位他们两位都没有一米七 嗯 这个感觉吧 感觉我也不知道感觉对不对 就从身高来判断的 对对 就从身高 那期待看一下正面吗 嗯 很期待 我跟你讲可没有那么容易 到底哪位是今天的女嘉宾 我先不给你揭晓 因为之前你不是对自己的歌声 非常自信吗 嗯 我们要用你的歌声来揭晓 今天哪位是我们的女嘉宾 好 可以 我也跟两位美女介绍了一下 你喜欢唱歌 其实我们的女嘉宾 也非常喜欢听歌和唱歌 而且喜欢听现场音乐 哦 那比较厉害 是比较懂的 对 所以一会儿你要用歌声去打动她 可以 并且啊 让她们俩猜一下 你的歌声像哪位明星 好不好 嗯 可以啊 好 如果说她俩猜对了 啊 你就去拍拍 你认为是女嘉宾的那位的肩膀 请她转身 好 来 天青色点眼语 而我在等你 月色比达楼弃 晕开了进去 我穿似着青花 自古自美丽 你演的笑意 有猜出来吗 我想唱 也没有啊 听到该怎么办 没听出来啊 嗯 嗯 或者是 我再唱一下 再来一首 对 放开一点 好 大声一点 来 蓝丽有彩虹告诉我 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 时间为什么能缘 你等我心里在这 等待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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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不到词了 忘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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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不到词了 我真的 因为我也那个什么 我可能以前比较喜欢练歌 然后的话 后来 有点忘词了 但是那个运营在那里 不过这个手势还蛮像的 你再做一下 一直说话都是这个手势 嗯 两位女嘉宾有听出来吗 是那个旁麦郎吗 旁麦郎吗 什么 旁麦郎 唱不对 唱我的滑板鞋的那位 我的滑板鞋 那可不是 肯定不是 刚开始他让我们 就是猜他的歌声 像哪个明星的时候 就我知道那是周杰伦的歌 因为自己也比较喜欢 但是真的完全猜不出 他的声音像是 就感觉八杆子打不着的样子 然后感觉他对自己就是 有一股莫名的自信 但是也给我们增加了 就很多笑点嘛 就还是感觉他这个人是 比较幽默啊 有趣啊 好 我们男嘉宾呢 今天是遭遇了人生的滑铁炉 这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两种声音 我们女嘉宾猜的是唱 滑板鞋的那位主唱 那这样你要不要模仿 唱一下这个滑板鞋的这个歌 看看声 两位女嘉宾来听一下 摩擦摩擦 在光华的地板上摩擦 大概是这样 他的声音我也 就是网络中 无意中有听过 虽然说此刻 就是可能男嘉宾的这个歌声 是有一点点让人觉得尴尬的 遭遇了人生的滑铁炉 但是达到了一个效果 就是开心 对对对 而且两个人都喜欢有趣的灵魂 我觉得至少这一点还契合了 来 我问一下两位女生 觉得我们男嘉宾幽默吗 幽默 幽默 这样的有趣你们喜不喜欢 喜欢 喜欢 看来第一个其实是加分项 那这样 我们接下来就要揭晓 哪位是今天的女嘉宾了 一会儿呢 如果男嘉宾判断的正确拍对了 我们的女嘉宾就转身 如果没有拍对的话 那我们男嘉宾自行解决后面的问题 有点严重了就 有点严重 有点严重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我觉得可能第一次见面也 还好 我就是从自己感觉 因为我也没看到女嘉宾的面貌 所以就证明咱们判断错了 对吧 判断错了要怎么样呢 刚刚说的 那我就给女嘉宾说一声不好意思吧 那你问问她愿不愿意 为了你转过来吗 真正的女嘉宾 来 然后女嘉宾 然后不好意思 然后 然后你 可能其实我的话 就是从身高上判断的 我可能感觉可能 可能是这个女嘉宾 就是纯粹的感觉的话 然后如果女嘉宾 你希望为我转身一下吧 够不够她的诚意 她的这个 她为她失误致歉 你觉得诚意够不够 还不够 还不够 嗯 李嘉宾 如果你 转身的话 我可以再 再为你 单独为你唱一首歌吧 行吗 好 好的吗 好 那我们 来 准备 三 二 一 请转身 我觉得她的第一印象是 她这个人挺 挺搞笑的 挺有趣的 外形的话 稍微就是普通一点 但是我 能感觉到她有一个 有趣的灵魂 然后也比较喜欢 有趣的人 呃 所以就 第一下打分的话 就可以给个六分吧 就 及格 刚刚我不是说了吗 你们两个都是有一个 共同点的哈 喜欢有趣的灵魂 喜欢做有趣的事儿 喜欢风趣幽默的人 那么男嘉宾这一块 这些你也说过 对不对 对 怎么样把自己的这个特质 表现一下 这样吧 如果是想风趣一点 我就是讲个笑话 觉得怎么样 我要提醒一下你 这个笑话要是我们不笑的话 不冷 不冷 我觉得是不冷 会现场更尴尬 她讲笑话你也不愿意 可以 可以 如果好笑的话 如果不好笑呢 就如果没有刚才那个滑板鞋好笑的话 然后你要怎么办 就不就不OK 就不OK了 就不进行下去了 我们今天的相亲 所以你要想清楚 我接下来这个笑话 应该怎么样讲 就是我想问一下 刘嘉宾一个问题 你知道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 然后要不 最有钱的人其实是奥特曼 为什么 因为H&M家 H&M家是最有钱的奥特曼的手 怎么 有点冷 我觉得挺好笑的 因为她笑了 但是我也是 我想问一下 闺蜜为什么 因为她听过 我没听过 我觉得她讲得很搞笑 但是这个笑话不搞笑 就觉得男嘉宾搞笑 没关系 哪里觉得搞笑 声音那个表情还是什么 就是她努力的想想说一个笑话 但是真的不好笑 努力的想想去露大家笑 这个过程 对对对没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亲友团 看到你都努力了也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主角 女主角觉得过不过这一关 过吧 她太努力了 太努力了 你看两位善心的姑娘 决定给你过第一关 好那既然我们这么开心的开始 我相信也给今天的相亲开了一个好头 其实呢 今天虽然下着雨 但是两位这个目前心情还不错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的心情继续到底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要怎么安排今天的相亲 我刚才我想了一下 要不就是先大家就是去这里面 肯定在这里面坐一下聊一下 先简单的这个安静的环境先聊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可能 因为我们大家有共同爱好 可以去 因为我附近搜索了一下 可以附近唱一下歌之类的 很用心 对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相亲 初次见面之后 虽然对男嘉宾的外形不太满意 但男嘉宾的风趣幽默努力搞笑 还是得到了女嘉宾和闺蜜的认可 那么男嘉宾对女嘉宾的第一印象 又是怎样的呢 第一印象的话我感觉 嗯 他平常也是个比较有趣的人吧 因为我感觉 从他的面部表情的话 虽然我的唱的歌声 不是特别的那个什么 但是能有一个 其实有时不再有一个结果 再有一个过程 我感觉过程还是蛮开心的 相当于有一个 两个人有个相当于一个点吧 我觉得还是比较的 融合的 所以第一印象其实是挺好的 对 还可以吧 如果给你十分的话 你打个分给女嘉宾 8.5吧 8.5 其实也不错了 对 各位观众 我今天很想罢工 我之前说了的男嘉宾 把周杰伦的歌唱得很烂的话 我就狠狠地点评他 惊呆了我 这个水瓶也敢说 自己信少年来 我们女嘉宾都听成了庞麦郎的歌 你说庞麦郎 跟周杰伦有多大的差别 我们的男嘉宾只能说 技术男 有他独特的幽默感 虽然我不行 但是我很敢 对不对 所以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欢乐 被他搞得特别的轻松有趣 包括他认错了我们的亲友团 把他亲友团认成了女嘉宾 但是我们的女嘉宾都没有在意 这个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那么今天相亲会是怎么样一个结果呢 女嘉宾有没有把你这个 男描男画的歌艺刻在心里 有没有对你印象加分或者减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相处环境 女嘉宾你不是没吃饭吗 要不我们一些吃饭吧 可以可以 然后我叫一下服务员 那甜菜点 甜菜点一下 谢谢 然后你的话 要不我们一起去点吧 然后我也不知道你吃什么 好 大杯是不是 中杯大杯超大杯 就小杯吧 中杯哈两个中杯 要正常杯吗 小杯 小杯 中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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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我们到那个咖啡厅的时候 他就问我 就是之前有没有吃东西啊 我说没有吃 他就 就还蛮细心的 然后去给我点吃的点喝的 然后问我就是有没有什么忌口啊这些 我就感觉他 这个人还是比较细心 比较贴心 然后 就还是挺懂的 会照顾女孩子的 因为我没想到我们两个这么巧 然后的话 你也姓黄 我也姓黄 我不知道 我本来是比较远风了 对 然后你目前是在那个渔中做人类机演 对 HR 这里 对 那你平常有什么 下班以后有什么 想 喜欢做的事情 你做什么 就 有演出的话就比较喜欢去看一些演出 然后轻波 这些 然后去听听音乐啊这种 演出 比如说 你是最爱心 我要喜欢听乐队 听乐队 《周杰轮回》也很喜欢 那你会 你算你刚才也喜欢听《周杰轮》的 那你会 会唱他的歌 一些歌曲 会 会唱 有机会可以 试试一下 我是从初一开始喜欢的 初一到 到高三的时候 然后我就 原来 他有习惯吗 我们现在都没有习惯 上高中的时候 特别喜欢 然后 就后来一直没听 但是等我 毕业了以后 我觉得 原来我的 原来我的青春是这样 我觉得 你才听一些以前的歌 就特别有感觉 对吧 特别是他里面的歌词 我觉得现在 特别听起来 感觉 就有不一样的感悟 对 因为他里面的歌词 就是清晨洋溢的 而我现在就是变了 感觉特别怀念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我也从小都听他的歌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话 可能心情爱好比较有相似的地方 可能对心情爱好这点比较有共同点 对于另一位办人有什么要求的 比较喜欢阳光开朗一点的 然后性格就是幽默一点 有趣一点的 就是我感觉 我自认为还是比较幽默的 感觉 我自认为就是我工作中就比较严谨 就是任何事情 就是说因为我从来以前老板 但是我的生活中 生活中就是有点二把 然后的话自认为很幽默 但是有些人就说我哪有幽默 我感觉不到 他就自认为这种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挺有趣的 那你呢 你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 我的话 我就希望的话 主要是第一个的话 还是希望对方的话 两个人聊得来吧 也就是说所谓的有很多欺负点 再一个就是 另一半的话就是比较的物实型的 物实型的 对 不要太物质 然后的话 请问一下李嘉宾的话 你平常的消费情况 大概是 我都是 我不会去买那种 超出自己的隆利范围的东西 对 然后就是 喜欢的东西也不会很贵的那种 就是好看就行 不会是追求名牌啊 就这么的 然后就按照我自己的工资来 怎么够花就没用 嗯 OK 那还是挺不错的 对 我平时就 不然就是在吃啊 穿上面 别的没有太大的开销 就是一种有必要的消费 对 没有必要的都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所谓的什么炫 炫耀自己啊 或者是刻意的伪装自己那种 那就是你的特别的必要 我觉得也是这样 嗯 我也不是很追求那种东西 对 就比较喜欢买衣服啊这样 好看的就行 我的收入的话可能就是 就是说一万以上吧 一万以上 平时对我的开销也还可以 可能就是目前的话 我就是在巴南那边买了一套房吧 然后我也是 我也是就打算经理中心 男嘉宾呢 男嘉宾呢 他就是自身的条件啊 然后这些 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加分的 就感觉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然后 就是对自己的管理啊 然后身材啊方面 就是比较自律的一个人嘛 就还挺加分的 其实会同性化主要 主要其实也是想 落实自己的大事 男后女嘉宾你有兄弟姐妹吗 哦 我有一个姐姐 一个姐姐 嗯 姐姐已经结婚了 他因为他家里面有一个姐姐的话 因为我 因为我自己也是独生之女 所以说我对另一半 就是说还是蛮符合的 因为他不是独生之女嘛 然后还是蛮适合的 你觉得怎么样吧 我觉得 因为他少一点 看来这些都还可恶 所以身体洗不出来 这什么呀 这么干净的 那他你心机条件怎么样啊 他 他条件还可恶 他 工程好像一万多嘛 他还给我买好房子 房子打的吗 打的 打的好远啊 小一点点 我觉得他那个人 还是比较老实的 还踏实 这样身体还可恶 就有点搞笑 是吗 毕竟是 工作也很稳定 对不对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 再了解一下 我也觉得还可以 是不是比较稳定 嗯 再了解一下嘛 实在不行 再说嘛 就是 聊天 聊天过后 女嘉宾对男嘉宾 总体印象不错 可就是差了点感觉 在闺蜜的劝说下 女嘉宾也是愿意 再给男嘉宾 多一些了解的机会 特派员也是将这个情况 告诉了对女嘉宾 印象很好的男嘉宾 接下来他会怎么做 来让女嘉宾 有恋爱的感觉呢 之前哈 你看你们俩的 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哈 这个气氛一下子 就跌下来了 所以男嘉宾 因为这个事儿 还挺着急的 嗯 他呢也是 嗯 现在非常用心的 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其实对于他而言 我觉得是很尽力了 嗯 嗯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 好不好 你看看男嘉宾 到底为你做什么 好 来我们往前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演唱会 哦 呃 啊 啊 卡丢吧 什么 卡丢吧 卡丢吧 你还有NG啊 NG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边的朋友 这边的朋友 哦 嗯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超时代演唱会 哦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想带一首 啊 比较欢快的音乐 带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订阅 窗外的麻雀 在电线赶上多醉 你说这一句 有些很有夏天的感觉 手中的香味 在纸上来列灰灰 我用几行只信 让你是我的谁 求到雨的滋味 猫跟你都想了解 初恋的感觉就这样被我们寻回 那温暖的阳光 像刚载的鲜艳草莓 你说你舍不得吃掉这一种感觉 雨下深夜 这首歌啊 其实我想邀请 我想送给我一个 啊 一个心爱的女孩子 然后呢 接下来我来 我们邀请她上来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合唱一下吧 为什么还要合唱 你看刚刚那夏宇跟你合唱得很好 别打断的了 我的爱一处就像雨伞 唱太阳烟 像车里奔飞 的与你藏进 我借着血 把永远爱你写进 谁的结尾 你是我温远想要的了解 没有想到吧 两个人唱得非常好 太合拍了 但我觉得女嘉宾唱得更好一点 对 她有点犹豫 不是 女嘉宾的话 不是 我不是犹豫 我是得好好想一下 该怎么表扬 对 不是该怎么表扬 该怎么样 用心地想一下 我觉得女嘉宾突然 就是特别是 眼前一亮的感觉 因为刚才就是说 她一直喜欢唱歌 感觉还是 没想到 还是比较感觉 到那个点上 还是比较有默契的 雨无伦次了 雨无伦次就是因为我心里太开心了 其实刚刚我有注意到 在你唱到一半的时候 才开始有自信的 是源于女嘉宾给你鼓掌和微笑 对 以及开始跟你附和的时候 你整个表情都变了 对啊 是不是 对 从那个时候开始完全自信的 觉得这个招对了 对对对 那时候才有底气的 对对对 没有想到女嘉宾会开口跟你附和吧 开始没有 因为我 还没有按照我的台本来 我的台本是 我上来以后 然后 不能我开始 我本来也说 因为我也觉得 我纯粹的唱歌太单调了 我想就是说 加上这种 无实物表演 无实物表演 然后就 无实物表演想多了 那你觉得是女嘉宾的歌声 好还是你的 好 女嘉宾的好一点点吧 就只有一点点 就只有一点点吗 女嘉宾好一些吧 好一些 刚刚你说还有无实物的表演 我发现这个事给你带来了遗憾 现在要不要弥补 可以啊 可以 可以 女嘉宾期不期待 有一点期待 还是有一点期待 行 那我就说来给你 我想了一下 可以来一个互动的表演 互动吗 嗯 不是你表演给我看吗 怎么我还要表演 哈哈哈 就是我如果是成事表演 因为我毕竟 我毕竟你是个理工 有点 可以 我可以稍微配合你一下 嗯 哎 这位美女 你今天 哎你是 你从哪来 去哪里啊 我 我 我从那个东土大唐来 对啊 那我西天去 取经 你确定你没有走错路吗 走错了 我走错了 你应该不应该是 哦 那你 为什么一直在心里圈圈 哈哈哈哈 现在打太极一样了 东土大唐来去西京 拜跑求金了吗 对 哦 那你 那你现在走错了 你这就现在走的是 这是 你现在走的是长安大道啊 你这是去练车场的呀 那我 那我 那我掉头走 我打车走 对 你打车 好 拜拜 你回来 你回来 我里头了吧 你这个 不是 刚才他回了我一句话 那我 跟着他那个节奏来 我 因为我想的跟他想的不一样 他从东土大唐来 我都跟他节奏来呀 东土大唐来 就这么吗 你是 你是去西天 去爱情经的吗 我想问一下 刚刚这一段 无实物的表演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 其实重重的意义 就是在于过程和 就是说 男女生这个互动之间 并在于就是实质性的内容 嗯 内容 大家忽略掉啊 主要是 给个机会 给女嘉宾对话 对对对 沉浸在这样的快乐当中呢 也还是不错的 那男嘉宾 接下来 想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可能需要一个道具 可能来表达我对女生的这个爱意吧 那好 我们共和来期待一下 一番互动 让男女嘉宾的感情增进了不少 而就在最终选择之前 男嘉宾也是有所准备 他的深情告白 能够打动女嘉宾 牵手成功吗 今天一天和女嘉宾的相处 我感觉 呃 我们就特别 嗯 可能开始觉得稍微有点冷吧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 后来我感觉我们俩唱歌的过程中 我感觉我们俩特别有默契 我觉得特别搭的感觉 然后我自己的话 也特别喜欢找到一种 像这种 类似这种灵魂伴侣的感觉吧 然后我希望 我希望女嘉宾能做我的一杯奶茶 然后我希望把这个奶茶送给你 那刚刚大家也听到了 男嘉宾的一个表白 手里刚刚说的道具 就是热腾腾的奶茶 也想在这样的天气 给到女嘉宾一些温暖 其实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今天整个的拍摄环境 旁边都是下着雨的 在有限的环境里面 男嘉宾 其实有的时候还在色色的发到 也很冷 因为重庆突然降温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 男嘉宾还在卖力的 去表达着自己 给女嘉宾带来快乐 去让现场的氛围越来越好 真的这一点我要给你点赞 很不错 不过我们最后的选择权 要交到女嘉宾的手里 按照你自己的内心来判断和选择 不要有任何的负担 好不好 那么以这位奶茶 作为最后的选择的一个方式 好不好 这是男嘉宾的心意 如果你愿意接受男嘉宾 此刻送上的这份温暖的话 那么就接过奶茶 表示牵手成功 那么不愿意牵手成功的话 直接拒绝就可以了 她经济条件这一块 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是在感觉上差了一点 三 二 一 女嘉宾请选择 三 二 一 女嘉宾请选择 女嘉宾愿意坐我手中的 又比较满意的 你又比较满意的 你又比较满意的 就谢谢今天就是一天的陪伴嘛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对你的感觉还差一点 就觉得我们时间可能不是那么的合适 但是你今天的努力 然后我都有看在眼里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很好的男孩子 然后你今后一定会遇到就是属于你的另一半 你的灵魂伴侣 希望你以后开心 今天节目将结束 我是金岚观察言飞逃 男女嘉宾没有牵手成功 女嘉宾说我对她还是差了一点感觉 感觉真的就是相亲 这个环境当中特别高频率出现的一个词 也是一个万能的词 不管对方的条件 看上去多么好 看上去跟你多么的般配 只要是没有感觉 那么就是绝对走不到一起的 而感觉呢 它是一个无法量化的标准 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可靠的 可控的素质 这个东西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一种心情 一种感受 我对你就是没有感觉 那么男女嘉宾 哪怕是外形条件 各方面条件都是般配的 可是呢 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的微妙 但是在万千人群当中 你说要遇到一个人 你对他有感觉 而他恰好又对你有感觉 你们俩的这个事才会成 所以为什么 相亲总有失败 想一想也就释然了 非常遗憾 我们今天的相亲最后没有成功 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 都看到了我们男嘉宾 为之付出的努力 他那么的渴望着 去得到另外一半的肯定 和展现自己对爱情的渴望 我相信这样子的男生 一定也会收获他的幸福的 如果电视今天的年 对今天我们的男女嘉宾 有欣赏的地方的话 想跟他们相亲的话 可以跟我们凡人游戏取得联系 我们的热信电话是8805 8805 同时呢 你可以到龙湖新一城二楼 凡人游戏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进行报名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我来说下个人员取得不清 我打算了 你这样子的玩意